大家好 我是大愷 煮豆然豆旗 豆在府中夕 本事同根生 相間何太極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豆芽豆芽菜 老闆 這個就是綠豆芽嗎 對 綠豆芽 對 這個我們小時候 都有種過對不對 果小的時候 種在衛生紙上面 可是我們到什麼時候 確定它可以採收 小朋友 就是比較肥滿的時候 長度大概5 6公分長度的時候 5 6公分就是大概 老闆你手掌借我一下 差不多一個女性手掌的寬度 這樣就對了 標準耶 就是5 6公分對不對 對 然後要挑筆直飽滿的對不對 對 我發現挑蔬菜好像比直飽滿 是一個指標喔 對... 沒有錯 訪現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豆芽菜不要挑太白的 對 要銀白色 乳白色都可以 銀白色 乳白色 但是不能太白 對 對 太白就有漂白了 加了劉帶劉納劑對不對 對 就是工業的漂白水就不行了 對 所以像這樣子 自然透白就對了對不對 沒有錯 而且它看起來其實是有一個 溫潤的感覺 對 沒有錯 對不對 不是那種 而且吃起來是脆脆的感覺 吃起來脆脆的 對 可是不能生吃對不對 綠豆芽不能生吃 要稍微過水一下 要沾一下就對了 對 一下就好 不要停留太久 就一下子就可以起床了 老闆 那好奇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買回去 綠豆芽要怎麼清潔會比較好 對 就你說怎麼清潔喔 洗一洗就好了 泡一下水就好了 泡一下水 對... 就是要吃多少泡多少 對... 不要說我要放的我也先洗 不是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都知道了嘛 這個綠豆芽回去冰冰箱 可能冰個兩三天就 可能就會比較稍微軟了對不對 沒有 你回去用紙包起來 它可以保持它的鮮度 再隨便泡起來 先用紙包 對 然後吸了它的水分 再用塑膠來裝起來 對... 不會不會說等於說水分流失 對 或者是外面的水進來 防止它冰箱的有蒸氣 有那個水蒸氣嘛 對... 它隔絕它就不會壞 把它做隔離就對了 對... 了解... 老闆 好奇請問一下 正常買回去的豆芽 可以放多久啊 我的話是乾的 可以放一個禮拜 可以放一個禮拜 對 是乾的 那假如放久的話會怎樣呢 放久會變得有點變黃 變黃 有點變黃 吃起來口感會有差嗎 如果說買得很新鮮的話 其實沒什麼差別的 除非你說它買得不新鮮的話 就會有點差別的 比較軟的 比較軟 只是口感上 可是味道沒有差對不對 對... 了解... 所以基本上清潔保存的方法 都教給大家了